以民進黨主席身份 蔡英文在國際自由聯盟大會開幕式致辭 表示威權主義企圖滲透民主 臺灣會正面回應挑戰 並且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合作 剛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峰會 29號通過的新戰略概念 首次點名中國是北約未來10年的戰略優先要務 臺灣在國際上的能見度持續增加 在上一本本裡面的新戰略概念 是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大陸 但這一次很清楚 把中國大陸視為系統性的挑戰 所以這也呈現出近年來北約開始關注 在印太地區尤其關注到中國 這後面應該是有跟美國的角色應該是有關的 可以看得出來日本最近對整個亞太的情勢 特別是東亞情勢也是相當的悲觀 台海問題不斷受到國際討論 北約秘書長直接批評中國霸凌鄰國威脅臺灣 英國外交大臣也表示 西方必須從俄烏戰爭中的錯誤學到教訓 必須保護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現在連北約都注意到臺灣 部分的北約成員國比如說英國跟美國 他是非常在意台海的形勢 甚至我們看到英國的國防大臣也特別提到說 從烏克蘭得到的經驗跟教訓 意思是說你要嚇阻潛在的對手 你要在戰爭爆發之前 但是以北約整個能量來說 中國的威脅越來越大 台灣首當其衝 雖然各國釋出關心與討論 但真有衝突爆發 哪些國家能真正提供協助 恐怕才是臺灣必須看清楚的 歡迎新聞 李文玉楊紫玉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